这下五花肉真好吃 安静 你来找家里 老板 五串 猪五花 哥 好嘞 稍等啊 八串 行 马上啊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 真的 能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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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 我刚才正和姐 聊那个邱总呢 邱总向他表白求救我 嘴巴在这儿 怎么这么大 我不说主动地看出来 都杀到家里来了 来 姐 你到底怎么想 我 人家现在正在考虑 毕竟那个邱总嘛 对我又很温柔又很体贴 又积极主动的 至少不会冷冰冰地 老是怼人 骗面 说谁骗面呢 骗面 我作为邻居 好心提示一下 谈个恋爱不要 留点心眼 万一人家没那么简单呢 姐 我哥说得对 我们心理课上说过 这种主动进攻力量新人格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有活力 充满自信的样子 但实际上 他们有很大很大的缺点 就比如说 他们有很强的控制欲 他们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且啊 他们不会忍受别人的缺点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会主动道歉 谁没有缺点 你没有吗 你哥没有吗 我哥 我哥有吗 他没有吗 他会主动地跟人道歉吗 他不会一直固执地认为 自己是对的吗 他能包容别人的缺点吗 你为什么拿我跟别的男人比 哥 这个时候你还说自己的优点 我说什么优点 我有优点吗 我在他眼里 我这一无之处 我什么都不是 彼此彼此啊 我在你心里我有优点吗 我也没有啊 你这个人真的是 人家邱总好歹 比你勇敢 比我什么 比你勇敢 我还比你大气 姐 别激动 坐下 慢慢聊啊 聊什么聊 话不投契 姐 哥 我 你俩一起 就不能好好聊一次天吗 不吃了 我 我